欢迎回到我的游戏彩蛋频道 今天我们来盘点盘点 杀手三里 18个最神奇最经典的彩蛋秘密细节和致敬 让你一次看个爽 绝对不会短 这次的光头老三 是杀手系列的第八部作品 也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了 在游戏里我们继续扮演杀手师机 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 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视频 本座第一个任务 我们来到了迪拜 看着高雄入云的建筑 福利堂皇的大厅 是不是特别的有感觉 你永远不知道第一个彩蛋 来得有多么快 就在钻过管道 我们爬上梯子这里 来到一个类似于更衣间的杂物房 这里角落里堆放着一些纸箱 如果这时候我们掏出我们的卡西欧相机 对着这个深色的纸箱来个特写 就可以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一和零 将这些数字提取出来进行二镜子转换 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 救命我被困在这纸板箱里了 没想到这里居然藏有一个如此之深的幽默彩蛋 除了歌音街就来到酒店的大汤 旁边则是一个不如我们进入的保险柜 应该是替客人保管贵重物品什么的 我们走到大大小小的保险柜前面 旁边有一块白板 上面贴着各种各样的变迁纸 其中一张红色的变迁者写着 老铁欢迎来到Party 这里其实是在致敬同样是抢劫金库的 经典美国动作片 胡胆荣威一礼的台词 独独有偶就在白板的右下角写着 只不过又是一个小说看太多电影的家伙 同样也是出自这部电影的经典团执 第三个承担同样是电影至今 发生在第四个任务 那么潜入一座类似于酒庄的地方 这里NPC路人什么的非常多 然而游戏整体丝滑流畅 可见优化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那么来到楼梯这里往上面走 两名保安阻得了我们进去 我盆栽旁边的小牌子就非常的有意思 上面写着非受厌恶之邀 不得入内 这里致敬了电影《脂肪丸》第一部的开场 还记得甘道夫来到他的老朋友家这里 他家门口就挂着这样一块牌子 就在这座酒庄的外面 也就是我们开始执行任务的时候 回过头可以看到一名记者 准备对这个地方进行报道 如果我们在他报道过程中故意打断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就喜欢你们气急败坏又打不够我的样子啊 第一位才到我们来讲讲德国柏林这一关 我们可以看到舞厅外面排起了长龙 这两个妹子真漂亮 这时候如果我们不走正门而是走后门 就会被两名保安拦下 不让进就不进呗 我们可以看到旁边石柱上 有着这样的文字和涂鸦 文字是德语来的 翻译过来就是禁止入内 旁边还有一只鹅被禁止的logo 这里非常明显是在致敬游戏《鹅座剧》 《鹅座剧》这款游戏有非常多的昵称 是什么大鹅模拟器的导弹鹅 在游戏里我们扮演一只可爱的大鹅 让人类终于回想起被大鹅支配的恐惧 这也是一款继《疯者旅人》七年后 再次夺得年度游戏的独立游戏作品 好我们回到柏林关卡这关藏有巨多彩蛋和秘密 我们先来看看屋顶这附近 在这个潮湿的房间里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水缸雾顶的在滴水 若我们仔细看引领约就可以看到 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 这个角度可能更清晰一点 没错是一个菠萝和一块海绵 这里致敬的就是海绵宝宝梅炮 这让我想起了迈阿密水族管里的彩蛋 想看杀手前面七部作品彩蛋的可以扣一 过了海绵宝浴缸这里我们来到天台 一只走走到最边上 可以看到一辆有车篮的单车 旁边还有一块木板 似乎可以一飞冲天的感觉 再看看这皎洁的月色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什么电影呀 这里极有可能是在致敬经典科幻电影 ET外星人 电影里主角骑着单车 在月光之下穿梭于森林之上 电影的海报我至今都有印象 不知道这里会不会变成什么外星人 撤退的彩蛋呢 第八个彩蛋 我们来讲讲中国重庆关卡 游戏开始于雨中的天桥 没想到寡言少于心狠手辣不吃人间烟火的杀手时期 居然和一名老妇女聊起了天 甚至还会安慰她 这里我们早就可以停止伪装开始执行任务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等下去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对话 我永远一直等待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人改变了 人们改变了 她是愚蠢的 但... 我会有点害怕她是执行我 可能她是改变了 但我只是在同一样 我只是... 我不知道... 她在夜中的天氣 她在暖夜中認識你 在雨中 沒有人會這樣做 如果他們不在乎 我猜是真的 我感覺好像是個個混蛋 要求她出門 她可能在這氣氛上 就這樣我們可以喝飲 可能你能拿到城市 那是好想 剛剛我們說到重慶的天橋 這一關的感覺是真的不錯 你們看著大熊貓圖鴨的地鐵 下雨的感覺也很棒 第九個彩蛋 你還去享受的是一個細節 一開始以為只是製作組的一種小幽默 後來才知道這是實地還原 重慶有一條長約50米的手機人行道 上面就是這樣隔開的 還是在這個天橋這裡 我們來到這個小拐角 可以看到有一戶人家的陽台 似乎放著一個很顯眼的東西 沒錯 這是藍色的龜龜玩具車 而這裡至今的是前作 也就是殺手2016里 騎著龜龜離開任務的隱藏彩蛋 第11個彩蛋 同樣是電影致敬 第二個任務 我們來到一座豪宅調查秘密 不管是豪宅整體的布局 還是劇情上的演繹 都跟黑色喜劇選一篇歷刃出鞘 非常的相似 甚至是電影裡兩個將棒球拋出來的場景 我們在遊戲裡都可以找到對應的棒球 第一個是在這裡 第二個則是在後院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 第四個彩蛋我們回到德國柏林 深入敵後來到敵人的娛樂室看一看 這裡本來是有兩個看電視的敵人被我做掉了 旁邊桌球台上附近有一個遊戲機 上面的遊戲則是自由戰士 這裡其實是一個我致敬我自己的彩蛋 因為發布於2003年的自由戰士 就是由IOI殺手系列開發團隊製作的 遊戲一開始我們在公寓裡 就可以找到互相致敬的小彩蛋 接下來我們講一個小細節 遊戲裡到處都是密碼門 我們要收集資料獲取對應的密碼 當然我們也可以在密碼鍵盤上一通亂按 有時候殺手時機就會有特別的反應 第14個彩蛋我們來講一個傳統藝能彩蛋 講這個彩蛋之前我們先聊聊殺手雪錢 這次發布於2006年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殺手式 遊戲裡有一個BUG就是當我們來到廚房冷庫這裡 端起這個龍俠海鮮大餐 在道具欄裡就可以看到本該有物品詳情描述的地方 卻變成了阿萊恩這裡需要加點細節描述喔 然後到了遊戲發布之後這個BUG依然沒有修復 詳情依然沒有添加 而且這個無傷大牙的BUG就這樣火了 並且成為了殺手系列遠遠流長的遊戲內部梗 所以這次我們在殺手山裡同樣可以找到阿萊的彩蛋 比如第一關雜物間白板上 快和阿萊說說這裡要加的細節 以及保安勢裡寫著的阿萊這裡請加點細節 是不是眾望所歸呀 好了我們回到德國柏林關卡 我們來講一個藏得比較深的小秘密 首先我們得到最邊上的小房子後面拿到鏟子 接著來到最邊上的樹林靠近紅色箱子這裡 就可以發現居然有互動 挖一下發現居然藏有一把斧頭 而且還不是普通的斧頭是戰鬥斧頭 總感覺這個斧頭有什麼特別的含意 會不會又是一個帶解開的彩蛋呢 而柏林這一關藏有一個絕妙的撤離彩蛋 當我們完成任務回到這個門這裡 就可以看到牆上有一個奇怪的塗鴉 電話外星人1993 拍照還會顯示這裡肯定有什麼貓膩 還記得遊戲一開始的公車站嗎 旁邊的加油站 好像就有電話廳 我們一路小跑回到這裡 欸發現果然可以互動喔 我們輸入1993就可以看到這樣 精掉下巴的無厘頭撤離彩蛋了 好了最近到今天最後一個彩蛋了 輕微劇透提醒 但我們來到最後一關雪國列車 殺隊層層敵人來到最後這裡 我們拿起注射器朝反派走去 正常情況下我們都是朝他注射失憶藥劑 讓亞瑟、愛德華茲喪失所有的記憶 但是如果我們在這裡等上30秒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對話和另外一種結局 第二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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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haps we understand each other after all go on then free yourself Lucas Grey was haunted by his humanity but freedom from choice but freedom from choice is also freedom everything is so much simpler in black and white 很高興 能力 對話 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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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正是發布於千禧年的殺手詩期初代遊戲開場的第一句話 前後呼應 同尾相接 簡直妙訣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殺手山精彩彩蛋了 這本遊戲剛剛發布沒多久 楊君我連桿五天 就是想讓大家早天看到這些無比絕妙的彩蛋 雖然楊君之前沒做過殺手系列的彩蛋 但是一直都非常喜歡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二十多年來一直保持自己的風格 堅持做自己的遊戲和彩蛋 昨天才是楊君我最佩服的 好啦 繼續用新做彩蛋視頻的兩樣句 喜歡這期視頻可以三連交播關注和訂閱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掰掰 這裡面做一個小型的鼓掌 好想要示範 你看看出海外 但是很合得不好 按照 這裡面做一些肺炎 有可能會有